地区爆发三例确诊的牛结结症疫情后 已经扑杀149头疑似症状牛脂 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农委会紧急采购疫苗 并获欧盟捐助1万剂疫苗 在22号送抵金门 23号依照支援的50位兽医 以及防疫人员协助之下 针对金门30头以上的养牛厂 进行疫苗注射 希望在5天内达到8成的注射率 让牛结结症疫情不再蔓延 两组分开之后 就是可以在每组建筑的一个厂 然后继续坐下去 然后每个乡镇都有两个组约 50位支援的受医师 以及防疫人员穿着防护衣 分成8组前往金门30头以上的 养牛厂进行疫苗注射 为了不让牛结结症病毒 经由防疫人员的传播 现场的消毒工作相当确实 甚至动员军方协助发生疫情的 养牛厂周边进行消毒工作 那目前有确诊的案例是三个案例 那其他我们大概有用 异防性扑杀已经扑杀149头了 那后期大概还有将近100头左右 大概这几天大概就会进行异防性扑杀 那农威防剪期的一个专家小组合议就结议就是说要用免疫注射的方式来进行整个防疫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非常感谢农委会这边的协助 那也由欧盟帮我们钓了从南非钓了1万剂的一个疫苗 那这次总共我们非常感谢农威防剪期动用了家大 评歌大 还有中兴大学的一个兽医系的一个老师跟学生 那还有三个防治所的一个草食动物的一个兽医师 那目前的致演率大概是30位 那我们分了8组 那这几天大概就是优先就针对比如说像西施所事案例场 还有一些通报的案例场 那最主要是大概有在养头数30头以上的 大概我们分了8组 那一定大概应该是5天左右就可以把这30头以上应该就占了前金门的 一个80%以上 那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以内能够达到8成以上的整体的一个免疫 那对于整个后续的一个防疫工作的一个推动会比较顺利 这次金门发生牛结接诊疫情 除了已经确诊的三个案例 另外已经扑杀有可疑的症状的牛脂149头 近期还有100头的牛脂将进行预防性的扑杀 而欧盟捐赠的疫苗可以说是及时遇 在施打后可以让没有生病的牛脂产生抗体 避免疫情蔓延造成全面性的扑杀 如果免疫覆盖率达到8成以上就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疫情发生 但是实际上现场工作难度相当高 虽然我们来支援的都是具有专业能力的受益师 但是现场操作上尤其是牛动辄六七百公斤 这个危险度是有的 所以我们在新田教育的时候也有特别提醒人员要注意安全 以人员安全为优先 那接下来能够完成顺利我们的疫苗注射工作 农委会表示 这次支援的受益人员经验丰富 但牛脂体积庞大 在疫苗注射过程中仍是相当危险 因此请支援的人员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牛脂在施打疫苗之后 金门生鲜牛肉是否可以立即解禁 仍需由农委会专家小组进行评估 如果疫苗免疫之后 它约在第十天就开始产生抗体 那上个礼拜之后就具有完全的保护的效果 那只要说牛身上有免疫抗体之后 它就不会再受到牛结结枕的感染 生鲜牛肉这个解禁的部分 我们可能需要等整个的一个免疫工作完成之后 那我们经由我们的专家小组的会议 来做风险评估之后 再做决定这样子 疫苗注射预期在五天内完成牛结结枕疫苗的注射 让免疫覆盖率能够冲到八成以上 就不会发生牛结结枕大规模的疫情发生 保护金门健康的牛 也让疫情不再扩散 感谢观看